明星 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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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Daisy 我叫做尹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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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叫 Louis Wern 我本身是一位基金經理 從事的行業 基金管理這個行業 今天大概來說 會講講三大方面的一個 我對於資產管理方面行業的分享 由行業的現況包括前途和如何進入行業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讓大家對資產管理行業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行業上的時間先給大家一些數據 根據我們證監會的資料 截至去年9月底的時間 香港有928家的License Corp的持牌法團 44家註冊機構 Register Institute 還有4700多個持牌代表 我們的License Web 行業上一心叫License Web 然後有2200名是RO或者AO 大家看完這個數字上的時間 可能大家突然之間會起一個突 為什麼資產管理行業的行頭很窄 窄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不說機構的多少 最主要純粹看 那個從業的人員 必須要做一個所謂的要拿牌的 證監會拿牌 現在拿牌的人有4700多個 而真正負責人 我們香港每間所謂的License Corp 一定要兩個所謂的負責人士 只有2274個人 平均來說 等於一個負責人員 帶兩個持牌代表 一比二的一個比例 行業上面來說 好像是很窄 很細 而的而且從業人員上面的時間 是相對來說會少一些的 行業 也是行業上比較專一一些的 一個這樣的行業 但是雖然人數來說 會比較少一些 但是它的影響力非常之會大 對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來說 依然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看回我們行業上面的時間 就是資產管理的規目有多大 即我們現在來說 大概有一千間不夠的 一個法團的代表 或者註冊機構 合起來的時候 一共管理著 是12.5萬億港幣的一個資產 我們假設 剛才說應該我們有928加44 就等於972間的機構 972間的機構 會分這個12.5萬億 變回來的時候 就代表著一個機構 管理著的資產是129億 所以來說就是機構雖小 不要認為它是一個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的時間 雖然人數少 但是它管理的資產 是非常之會多的 但是從業人員上面的時間 剛才說是持牌代表 就是在做一些所謂 受監管方面的行業 那你都知道 每個行業本身 都會有前台、後台、中台的一些人員 將所有人員都計算完 之後的從業人員來說 一般我們行業上面 都不小的 都要三萬二千幾個人 這段時間 跟大家介紹多一樣東西的分別 就是說 所謂LC License Corp 和一個註冊機構的分別 是在於 註冊機構主要是說 銀行、保險公司 那類型 那些在證監會登記的公司 其他非金融機構 自己註冊的公司 一般來說 我們自己都叫做License Corp 再看香港資產管理行業的 資產的breakdown 這12.5萬億 組成的部分 最主要來說 都是跟房地產不相關的 資產管理行業 會為主 有12.4萬億 都是非房地產基金管理的行業 這裡說的房地產基金 就是我們說的 上市那些REIT 那方面的資產 而其中 再看下面的時間 整體上來說 最主要來說 管理的規模 來自於 都是持牌的法團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License Corp 就是我們在那個部分 這個時間 可能大家會感興趣一些 就是我們剛才說 3萬2千從業的人員 所以從業的工作 是什麼呢 我強調一點 這3萬2千幾個人 不一定要有在證監會註冊的 剛才註冊的人士 是有4千幾個License Web 2千幾個就是RO 加上6千幾7千人 這3萬幾個人裏面 有絕大部分的人 都是從事於銷售 或者市場推廣的 Sales & Marketing 的工作為主 4個人之中 有3個 大概75% 其實是屬於這方面的人才的 而真真正正正 大家說 是真的做資產管理 做Investment Decision 去做研究 做Research 那些人數來說 相對來說 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多的 資產管理來說 有1,534個人 做研究 做Research 是1,100多人 再加上做買賣 即是直接 跟資產管理相關系 只有800多人 加上的時間 可能都是3千多 少少的人 在裏面 亦都跟我們剛才的 註冊上面的時間 有相配合 主動家的幫忙 越多教育 市場 我們資產管理 每一個細分的 職能部門上的時間 都在過去的時間 那個勢頭得比較好 一直都向上升 2012和211年的時間 都是持續上升 整體來說 如果從銷售上的人去看 都是輕微增長了2% 而在行政上的時間 是增加了16% 剛才提到2012和211年的 一個用職能來分離 比較的部分 再看整個行業本身的時間 在過去由2005年 到現在的時間 那個整體那個發展 整體那個趨勢 因為可能電腦格式上面 有問題 旁邊那些應該是數字來的 無論我們叫做有RO 就是我們公司的負責人員 License Web 紅色最上面的那個 就是License Web 或者是LC 就是License Code 就是持牌機構的數目 最底的那條線 應該叫License Code 中間那條線 就是RO 最上面那條是LC 這個就是 那個file有少許問題 整體來說 大家看到趨勢的時間 基本上都未試過是跌的 過去那十年 九年的時間 基本上來講 八九年的時間 都是一個持續上升的趨勢 代表行業是發展中 不是萎縮中的 它是一個招揚的行業 這個招揚行業 為什麼會近幾年的時間 得以持續的發展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素會是存在的 亦都是我們香港所謂的 競爭的優勢 競爭優勢就是 我們比較接近中國大陸 有個內資的湧入 這裡的時間 看到一個數據 大家看看時間 就知道內資對我們 影響有多大 直到2013年5月底的時間 有73間大陸內地的相關團體 包括內地的基金公司 證券公司 期貨公司 保險公司 全部來講 基本上來香港 過去幾年來香港 大家市面上 接觸到很多 什麼國際 什麼國際 都是這樣的樣子 比如國泰軍安國際 大城國際 中投國際 全部由國際兩個字 在後面 代表著 中國大陸的公司 中國大陸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就是香港成立的 一些持牌機構 所以看到那些時間 全部都是這類型的公司 如果看到這些公司的時間 大家會再聯想 大家日常接觸到的 一些證券 或者基金行業的話 慢慢會看到 他們現在的確影響 香港的資產管理的行業 剛才提到 過去八年或九年的時間 發展上 最主要是內資 中國大陸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或者銀行金融機構 都來了 對香港有很大的影響 接下來的時間 整個行業的前途 我都認為的時間 都是跟中國大陸相關的 我說這個話 並不排除 就是說我們香港只可以做大陸 不可以做其他地方 沒有這樣的意思 意思只不過會說 我們香港如果做大陸相關的業務 相對有優勢 你依然可以做日本、美國、歐洲 但是如果做大陸的時間 我們有優勢 到其他市場的時間 不一定有這樣的優勢 會在這裡 所謂的前途在哪裡 這裡介紹有幾個英文字母 給大家認識 或者中國大陸 或者媒體上 大家都有機會看到的 一些字眼 給大家看看 第一個 我們的前途 就是於人民幣 國際化 近這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媒體報導特別多 包括我們的信報上面 特別多專題的報導 就是講人民幣國際化的事情 所以人民幣國際化的意思 就是將人民幣 可以全世界都用得 隨時可以進去 隨時可以出來 撤銷資本 資本帳的限制 引進來 如果貨幣要流通的時間 就必須要雙向的 引進來就是 由大陸的角度來看 我們中國大陸 引進來就是將境外的錢 引到中國大陸去投資 走出去 就由中國大陸人民幣的錢 走出來 就會投資去全球 這個時間就是說 如果這兩條路 打通了之後 基本上人民幣 就等於自由流通了 這個就是在 所謂微觀意義上的流通 真正大意義的流通 還是很長的一條路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試驗的性質 來的 引進來的時間 我們說的不外乎得 QFRI QFRI就是2003年已經開始 會有的了 後來兩年前的時間 香港就產生了另一個新的產品 叫做RQFRI R的意思叫做人民幣 人民幣 這個R是代表來的 其實這些錢 可以在大陸去買一些所謂證券 最主要來說是買A股 可以透過A股或者債券 人民幣債券 都可以透過這兩個制度 將錢 光明正大地走回大陸 亦都是光明正大出回來的 這個有一個相對的壓度在 另外一個叫走出去 走出去的時間就是 將大陸的人民幣 怎樣去海外做投資 我們叫做QDII QDI 其實現在發展成為一個QDIII的 現在盛傳本 說去年年初推 現在說今年年初推 現在暫時未推 不過來說 應該很快會推得到 就是 剛才QDII 是說一些機構 你要投資海外 透過一些機構 才可以投資得出去 現在說QDIII 就是 個人 每一個單獨一個個人 自然人 都可以投資境外 有點而似 是我們2007年 在天津所說的 一個叫港股直通車 跟港股直通車有少少不同 港股直通車是沒有限制的 這個QDIII 是說每一個人都要限制的 這個詳細不知是怎樣 所以暫時今天 不會講得太多 那麽多名詞給大家聽的時間就是 這幾個英文字母 將會主宰香港的資產管理行業 很重要的幾個英文字母 如果香港 為何在香港相對其他地方 去做大陸的業務 相對來說比較有優勢 亦都跟這幾個英文字母 這八個英文字母 九個英文字母 加R 上去的話 就是息息相關的 那這個就是 跟人民幣國際化相關的 一個這樣的題目 第二個時間就是 前途所係於 一個叫中港基金的互認 亦都是 剛巧得巧 是近這一兩個星期出來的時間 說得特別多 包括昨天還是前日 我大學時代的老師 陳家強 都說的時間 就是我們那個 中港基金的互認 很快便可以 可能今天夏天便可以 可以 今天夏天的意思 代表著 我估計 是我們回歸的時間 今年送禮的其中一個 在訂單裡面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如果那個中港基金互認 是可以成功地推行的話 將會預期吸引到 有大量的境外的機構 來香港發行基金 然後利用香港這個平台 銷售到中國大陸 去踏入所謂的中國大陸的 在財富管理的市場上面 這個中港基金互認 是一個對香港 或者未來五至十年 一個很重大影響的 它的份量 我覺得不差 人民幣國際化 所帶來的投資前景 既然有這麼多的機會 優勢在這裡 其實我們香港政府 都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能現在社會上面 沒有很留意到 其實背後政府做了很多事情 其中一件事 做得非常之對 非常支持他們去做的 就是政府現在 銳意去打造一個所謂 基金工廠 基金工廠還有 有什麼特別呢 基金工廠是生產產品的 是生產產品的 大家回想回剛才那幅圖 我們有三萬二千個從業員 在這個行業上面 三萬二千人裡面 其中有四分之三 74.75%的人 是從屬於銷售的 過去的時間 我們香港所謂基金 那個資產管理行業 其實做的事情 都是跟銷售相關的 不是自己做產品的 是銷售別人的其他產品 賣別人的其他產品 現在的時間就是說 我們香港知道 我們香港的優勢 在哪裏 如果把握著這裏的時間 真真正正 是可以 將工廠的製造 我們不是工業 是一個夕陽的行業 但是金融上面的工業 可以是一個夕陽的行業 這個是打造那個 世界工廠 如果可以盛行的話 對我們香港 將會是一條龍的配套 你來香港 你想利用我們中港基金 匯應的優勢 銷售中國大陸 可以 你的基金 你不要盧森堡 不要 Cayman Island 那邊註冊 來我當地香港註冊 註冊完之後 我就可以幫你 能力去中國大陸去做銷售 所以變了一個時間 就是會改變回整個業態 也對整個行業 有一個可能 爆發式的增長作用 這個時候簡單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那個QDI 英文來講 今天講英文字母 要知道它的全名 全名就是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剛才講過 就是錢由大陸出來的 QDI 就反過來 就是由海外的錢 調回到中國大陸 我自己從事這個行業 為什麼我從事這個行業呢 都是因為這四個英文字母 QFI 我在香港是第一批 用QFI這個制度 去買A股的一個機構 所以我也是 所以對這個 特別有感受 也知道整個 香港所謂的 資產管理的機遇 在哪裡 剛才講的 QFI的制度 本身在2003年 其實已經是開始了 到今時今日的時間 已經是 規模已經大了很多 另外 另外 也得益於QFI 我們才有很多 所謂的 A股的ETF 出來了 大家現在可以很輕易地 參與到中國大陸 A股市場的發展 關於中港基金匯應的時間 除了我們港府 香港政府 口徑就是我們做快就快 就可以做到中港基金匯應了 其實在中國證監會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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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向外做出相同的一個表示 就是這個中港基金匯應的時間 已經是一個很快 實行得到的事情 不是一個很遙遠的事情 很多細節上的事情 其實都差不多 或者我這樣說 隨時都可以公佈 這裡有一則的時間 就是關於我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梁鳳怡小姐所說的 就是說 正是指出了我們為什麼 我們香港 金融業過去的時間 好像沒有什麼大的發展 沒有什麼大的事情 好像捉到鹿 不懂得脫國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們在捉到鹿 但只不過這隻鹿 不是那麼容易讓你脫得到國 我們需要很多的時間去溝通 去剩 甚至北京有一個封閉的市場 變成一個可以自由的市場 中間是牽涉到所謂的制度 各方面的協調來說 是非常之會多的 這裡講了一個方面的時間 就是他的描述 我們對香港基金行業的描述 上面的時間 我覺得是比較有意思的 或者是一針見血的 就是說 他說香港的基金行業 只集中在銷售 核心的資產管理的活動 好像研究、交易 即是Investment Decision 那個Research的部分 不是在香港做的 只不過在香港可能的時間 我們的基金成立了 在香港去賣給其他人 一個這樣的形式 所以在比例上來講 給紐約、倫敦那些 基本上是沒有得給的 所以來講 政府現在的時間 就會積極打造 有一個基金註冊 製造、投資和銷售 業務一新的基金工廠 一條龍的服務都會做 亦都是對香港 如果這部基金工廠做得好的時間 對整個香港的資產管理行業 那個業態 是一個很大的改觀 或者改變 主要來說 很多人去投資資產管理行業 究竟有什麼要求呢 剛才說 行頭上來說 相對感覺上 好像會窄一點 人數來說 不是太多 絕大部分的人 有四分之三的人 都是屬於銷售相關的工作 如果是做資產管理 或者做交易 做這個研究方面的人 可能都是六七千人的 一個這樣的數目 但是要進入這個行業的時間 就是大家 測試一個比較高的起點 就是我們要真真正正 從事這個行業 做一些比較核心工種的時間 第一步就必須要考試 考試其實來講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考試一個很害怕 或者很辛苦的一件事 為什麼要考這麼多事呢 我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每一個行業 如果一個行業 沒有所謂行業規管的時間 沒有行業規管的時間 是長不大的 是做不大的 因為行業 它能夠無限地做大 是建基於一個基礎 就是在監管的環境 正式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做大 任何地方都不會有例外 所以來講就是 我們進入這個行業 要考試 我們應該慶幸它是一個 受監管的行業 如果它不受監管的時間 我相信沒有人敢來香港買基金 因為要是 什麼騙人 什麼東西的時間 基本上假的東西 就一次過全部出來了 有監管對你來說會好 也對你能夠從事這個行業 也有一定的一個保障會在這裡 如果要從事行業的時間 首先我們要考 我們在證監會行下的時間 一共有十個受監管的行業 這個第九個 我們要RA9 Regulated Activity 9 是一個asset management 的一個regulated activities 所以考試 目前來講 香港SI 是唯一一個機構提供考試 可以給大家一個所謂的 從事行業資格的考試 這個資格考試好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設立任何最低的 考試的門檻 其實說得白一點的時候 任何人基本上都可以去從事考試 如果只想做一般的業務人員 我們叫業務代表 我們叫業務代表 次排代表 英文叫license representatives 最考三張paper 1712 如果你要做個responsible officer 你要做一個所謂一間公司的負責人員的話 我們叫做1726 加多一張paper6 考完這些事之後 雖然不可以確保 大家一定在行業上 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但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入行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一部份銷售工作 可能未欠後台 或者某些銷售 或者Marketing工作 應該這樣說 未必需要有license 但如果有license 的確對行業上的時間 大家有所發展的機會 會大很多 另外一個 跟大家最後要分享 一件事的時間 就是從事這個行業 究竟來講 是否一定 究竟什麼人 適宜從事這個行業 資產管理好像 經常都面對著很多數字 會不會來講 是數學特別厲害一些 我們才可以從事這個行業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剛才說過 我們整個行業本身的時間 那個工種 在部門上面 或工種上面 是非常之多的 包括有銷售 市場推廣 基金行政 資產管理 我們說的就是前中後台 基本上 很多行業都會 很多職位都會 存在 從事這個行業 從事這個行業 每一個工種 所對技能上的時間 都有所不同 譬如你做銷售 和市場推廣 當然人際關係 或者對人上的時間 會相對 對於你自己的 技能上的時間 會是要求會多一些 變成的時間 其實最重要 是你對行業 第一 我考慮的時間 第一 要考慮 資產管理 是一個所謂的 招揚行業 還是一個殖揚的行業 現在看下去的時間 似乎是一個 招揚的行業 第二個時間 從事這個行業 以你自身的能力 你覺得 或者你的興趣 你擅長在哪一方面 這個時間 工種上 有很多選擇 我會在這裡 我今天的講解就到這裡 我在Panel Discussion 有問題 希望大家和大家 多一些時間交流 多謝